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玩 前一段时间回收了一台小迭黑鹅的空调 这个空调是个变频的 空调没毛病 就是这个网碎了 这个网是个塑料的 老化以后一碰自个就掉了 再看这个地方,这把手也是塑料的 也是风化的 太阳晒的,一碰就碎了 现在就网购了一个网,给它换上 换完以后 一会儿就去安装上 把这个空调卖出去了 今年不景气啊 二手空调特别难卖 因为新空调价格也很便宜 实际地开的又少 倒闭的比开的都多 空调收的不少,但是卖不动 今年相信大家都遇到这个情况啊 没办法,只能处缚干呗 实在不行就 转行干中央空调了 家用机真没什么意思 这个网换挺费劲的 外面没螺丝,需要把墙盖拆下来 螺丝应该是从里面固定的 这个地方啊,有固定点 从里面往外拔的 必须要把这个墙盖拆掉 才能更换 现在就开拆 这个是我网购的刚刚到货 就这么一个塑料盖还不便宜呢 四五十这么一个 大扫正合适 给它安装上 没有铁的耐用啊 铁的也不会坏 塑料的还贵,还不耐用 现在风扇罩已经安装上了 正合适 螺丝眼都合适 一个不差 这是拆下来的旧的啊 这个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估计没有原厂耐用啊 空调是个变频的 这变频版这么多灰 这个空调放了后几个月了 不知道现在还好不好用啊 一会儿装上试试吧 现在风叶盖板安装完毕 完美收工 一会儿把机器拉抖 去给它安装上